根本就是顶不住美国的压力 有想时空的事真的不一样 兰英立委连日深深催 要蔡总统卸任前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 但不仅外交部长吴钊燮认为时机不适合 就任国安局长蔡明燕见解相同 会不会被国际社会解读城市 激化紧张情势的一个举动 会不会有相关的飞航或违安的问题 现阶段我们不建议总统去太平岛 国安单位多方考量 但兰英人紧咬不放 就这么巧连中国官媒也唱和登岛话题 中国新闻网多大标题写着 不敢违离美国 蔡英文聚登太平岛 南海主权不要了吗 中国的动作被解读暗藏算计 因为中共近年频繁在南海军演 美日非领导人 下个月将在白宫开领袖会议 美方将资助 非国在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的巴丹岛建港 船出还将部署海马斯火箭 最大打击范围200到300公里 等同把台湾南部纳入保护 美非因应南海冲突 协助台湾压制中国经营巴士海峡 反观莱茵雀畅和对岸 是相辅相成 非律宾需要台湾 台湾也需要好的朋友 当中国不批评的时候 就表示他乐观其成 他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做这种所谓的割韭菜 他们绝对知道嘛 过去总统登太平岛 就有被中国吃豆腐潜力 马英九2016年登岛时 南海争议延烧 北京当局顺势以一中逻辑 只维护南海主权 是两岸共同责任 给台湾穿小鞋 南海冲突紧张之际 国民党把自家总统 推到敏感第一线 突然破坏巴丹群岛的大局 让外界不禁想问 到底站在两岸的哪一边 三连将文贤 正在海中 诶 正在我看不到 中途派 您讲看